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备转变令裁 初戴眼罩 竞技勇士重绑力 7号码豪程竞进 随眼罩转开逢 精彩勇士面固 环形口含铁 羽里同行 随防斜跑必 重戴环形口含铁 先看这一只令裁的试集 后面是安重 内侧是精彩勇士的 三只都是D步的大码码 令裁都跑过了 苗里德的码 这个码码也加了个眼罩给他摆前走 在他前面的桃花胜 原来不仅是试集 出来他也追到第三 你看到现在的水准真的不高 令裁其实可以保持 后面的码精彩勇士都是跟着 而且不仅是莫雷拉要戴眼罩才行 原来全部都可以 好了 再看看令裁 是 这些就慢慢聚着他 不过我又觉得不像 我当然也不想碰马太急 但又不像苗里德那样 再看看这只落草地的合冲共济 也是被周俊落过当试一货 继续维持到他相当爽敬 我觉得这些码贵尾 他有头过最好 所以放在前面 机会都会高 我看到他的案已经在抛一下抛一下 那算是保持得挺好 好了 敬敬勇士 上一次在跟前之中 回到来 他是散了 继续这样去正常做 现在是保持 因为没有什么码 但潘顿又继续骗而已 又来一个试集 看到又是安仲 最近我们的镜是幸运快车 中间白鼻头那只就是小太阳 当然小太阳的姿态最触目 他神操都是一只很乖很听话的红马 幸运快车也是高分的自购马 所以他每个集都试得好 安仲就跌到最尾 这个集就不是太好 被其他马都抛开了 幸运快车外地很厉害 跟那些马跑 不过配件就要再慢慢量度 再看这只安仲 刚才试集也看到 好像都是一样的 但是卫达那些马就跳得正常 走出来真是挺好看的 这马都不过再跑一下 再轮到这只 亦都是礼拜二跳了的世纪舞王 都是色责不漂亮 好像不均匀 有些像刚才那些锐进梁区的观感 都还是没有耐 反正他还有只都回之星 我也觉得这只都回之星好一点 看看到时怎么能不能出 东方繁华外面 一望空了就要顶了 接着一扯一扯 他就扯大个口 又小只又有口 这只就立落一点 豪情竞进 身形真的比较舒适一点 这些马可能都是 不是那么短的感觉 都比较生一点 我觉得这只豪情竞进 又不同豪情涌进 豪情涌进 豪情涌进是乱走 是的 接着这只精彩勇士 那你长线发展 我觉得这些马都应该不错 不过就落地 其实不是很长时间 不过两个集都不是很差 都跟得下 看起来临场 因为你真的没有什么马 选择来选去 选择二、三 接着你都不知道怎么数 那一站马 你只会逼要 逼要 要有合理分头 是的 还有可能是摩 就是赶着被这些側身马出来跑 因为其实来到香港的日子很短 试习、试跑都还是比较急 这个带了头罩跳 国能士 都还是不是留得很好 样子就不错 四月头才阴 接着才做两个大集 都希望它是日后很厉害的马 接着再看看这只 与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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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中的时候 就试完杂之后 就流了鼻血 还有我的印象 因为我没什么怎么看过 从法师集 有些合格了 就报名跑 现在只有几只马士 三只 你看看那些泥地跑道 那些地 場地又有些影响 还有好像很肥的 我记得这只马鞋 好像很多肉 要收一些身 后面那些马 我都忘了是什么 我自己说完都忘了 都是一些水准相当低的 从法集 从法很多集都是这样 时间慢步速慢 所以就有很多追不到 放在前面就放到了 对 你给我们看这么长 都要说的 对 但我又觉得它一样 好像拍跳似的 对 内圈度报都给大家看 拍到多少 就给你看到多少 刚才还要找一只半跳马 去陪着这些马 九月份跑完到现在 你可想而知它有多大问题 好了 这只威力鸣驱 又是动作 它还是有点紧的 那些马开始慢慢等它松一点 二肚交叉鼻孤扎尼 姜誠按得挺稳定的 转脚吧 都还没有 看一只加州多宝试集 在它前前后后的马都可以跑 加映之星很好学习 后面是将越百步穿云 加州多宝是莫雷拉试集 最终是河宅摇跑 它又跑那只镇山堡 马嵩中间 最后它也有点松给它 但是因为将越高分 前面加映之星那些 就是一班马 所以也有点弹掉它 里面内侧那只四应六 都跑了 时时有余 反而百步穿云 骑下去这个集 它又不算很厉害 如果刚才你看到这个大集 你的加州多宝也吓了一跳 回来真的好像又不是很多 起码都维持着 还有一点灌注 回去重发 回来就是试那个大集 再来就是镇山堡 昨天早上跳草地 都特地可能临跑 都锁得比较慢一点 因为之前很多时候 它都会放一点松 让它走 来到第四场 三班千二迷 这一场只有十二只马跑 挂名叫三班 但是其实大家 细心点去讨论这一场 究竟是否真的 达到三班的水准呢? 其实是很诚而问的 所以二号马那只合冲共队 就算真的热点 你说胶胆 甚至拼它去赢 就算二十五元左右 我都觉得是可以试一下 它之前赢了 上次赢了 之前又回过两个多月 所以这些马赢了的体力 一二二磅放在前面 理得你A跑到 B跑到 C跑到 总之都是利前置 因为从 你看中间那些质身马 你看他们的试集 全部没有速度 所以应该没有马 能顶得到这些合冲共阵 所以我想它 赢的呼声都高 我听你说的 那些语气 你都不是试的了 应该 因为 有时马比马 真的 其他对手不聪 自己交出正常一点 又主动一点 那已经是在叫虎 那你现在又 周进落减十磅 你不是叫它 跑后上 Box seat 什么位 那现在只是放在前方 它本身 都是很多体力的马 因为之前 都偷过来的 不难发挥 你说大家在前面 斗烧烧 那就另外一件事 你照正常 就应该是二的了 那你三的 又转一些配备 不过有时有些马 我又觉得要这样想 你觉得好像 等等等了很久 减分 什么 又近 不行 转一些配备 但你都要因应有时 有些马的年纪 我不是单一说 竞技勇士 有时候有很多 中上年纪的马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一个樽颈位 即是有班 但其实它年纪开始大了 二、三、十二 其他临场再选 根本就不会选 因为我们选择来选 它都是那几只 那么这种赛事 都有初出马 看看血统底细 安仲的父是Nafeniel 天赤宝区 这些马当然相当新 因为天赤宝区 大家不善望的话 在我们早几年 的御营直播赛事 其实都见过它 它是高士登训练的马 在2011和2012年的时候 战绩很厉害 赢过英王錦标 和英国日食大赛 它的赢马途程 长途赛 2000米和2400米 这可能 都跟天赤宝区 本身是天文学家的儿子有关 至于安仲的母系 曾经在三岁的时候 在爱尔兰赢过一场 1200米的短途赛 但是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大部分都是跑中距离赛比较好 1400米到1800米途征的赛事 適合它跑多些 个别有些都赢到2000米 而这个母线家族里面 由于夹杂了美国马 所以有不少成员 都是胶沙地赛 泥地赛好手 所以进入父母两线 这群安仲看来就不像短途马 相信跑下去 起码都一里 甚至长些路程才适合他发挥 泥地赛他有机会会跑 安仲来香港之前 在英国上个阵六次 赢了一场头马 赢马那场是2000米的赛事 那场赛事 在纽伯利马场跑 跑左转 另外他在当地的胶沙地赛 也上过名 伟达马房今季新开仓的 一出即逝马 暂时来说 都是这三匹 就是超能力 辉煌心和量化欢腾 精彩勇士的肺 是Fast Network登塔岛 这群马香港的大族 今季赢马的数目都挺多 还是 转数高 障月 加州雷电 加州多宝 同进 安抚 蒙古传奇和雷工作 八匹马赢过 这群马近年也是 在香港也很流行 而且好像路程上 那个范围越来越广 这群马整体来说 跑短途赛好些 和比较早熟 但是近年的指示有些改变 好像蒙古传奇和安抚 跑长路程都赢得到马 至于精彩勇士的武系 Snipex的女儿 曾经在澳洲赢过四场赛事 由一千米赢到千二米 二级赛亦赢过 武线家族的成员 很多都很厉害 除了有利之喜的富士Magnus之外 其实前澳洲马后余子精华 和他弟弟情深二重 都是这个武系家族的成员 所以夹入父母两线 一笔精彩勇士 纯粹看血统 应该比较早熟 短途马 精彩勇士来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围省上过阵 六次赢了两场头马 两次赢马 屠程都是千一米左右的赛事 一次是千一米 一次跑多十二米 一千一百一十二米 两次赢马都是左转赛道的赛事 直路赛他跑过的 曾经费明顿的直路赛上过名 但是右转赛道的赛事 他就没跑过 若翰摩雅马房的初出马 近季表现真的不错 上季一出即性马有两匹 他们是春花秋月和忠心勇士 今季跑到现在来说 虽然未有一出即性马 但是初出上到名的马 有三匹那么多 他们就是各取所需 当家后王和标之智能 精彩勇士 去年10月2日的时候 在澳洲围省的巴拉列巴勒列马场 赢过一场千一米赛事 这场赛事 当地第三次上阵第二次赢马 镜头看到在前面出了头 红袖红武那一匹 是精彩勇士 骑斯薛凯华 一直抵挡着第二第三名马的冲刺 结果这场赛事的第二名马 之后在当地都赢到一场头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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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